今天的幸福旅行呢 我们要带各位来到上海 在上海黄浦江的两岸 有许多著名的观光饭店 不过今天这家很特别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家 可以临江的饭店 也就是说呢 黄浦江两岸的美景 不管白天或是夜晚 都可以尽收眼底 由于这间饭店 靠近十六部码头 这个码头 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以往是许多外来人口 进进出出 相当热闹平凡的码头 所以今天这个酒店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结合了许多多元外来的元素 然后跟我们旧上海的一些元素 做一个创新跟融合 呈现在空间当中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 设计感的饭店呢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咯 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间酒店 其实进来呢 你就可以感觉 它当新旧上海的文化 做了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地点 跟它原来十六部的码头 有很大的关系 对 倩云你说的没错 这边确实就是 以前就是在大厅 我们呈现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码头的 一个文化的延续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 看到的就是 你看这整个空间 我们刚进门口 就会有一个 就是以前这边 旧上海 它一个街头热闹的景象 有黄包车 有脚踏车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进来看到就是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 它可以是椅子 也可以是墙面设计 对 它是一个延续性的 就是黄浦江的波浪 一直延伸整个墙面的感觉 那虽然它其实是一个 所谓的就是风格异象 可是它用新的元素 把整个风格给带出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大厅的中间啊 这个倩云你看这个像什么 码头 码头 这应该跟码头有关 可是看不出来像什么 它其实就是 烟囱的概念 有有有 看出来了 对 还有一个它前方放的 就是像一个鱼楼的概念 这都是港口文化的特色 对 其实在做这个设计 设计的概念的时候 等于是说它把整个 整体的风格文化给 融进来它的设计里面 就是说你其实仔细去 看它每一个元素 其实都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再往后走 就会看到就是它空间里面 有很多的装置艺术 包含那边有一个引导墙 它就是把那个船的 以前旧船森拆下 倩云你刚刚有看到吗 有 我有看到 很特别对不对 那种旧旧生锈的感觉 对 我起先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哇 这个怎么能够 把斑驳的感觉做得这么好 原来是以前的旧船 它把它拆卸之后 把它附在这个墙壁上 等于重新新生了一样 OK 好 所以刚刚我看到那些 是一种港口的文化 比较旧的一个上海的概念 呈现在空间里 那新的东西呢 新的东西你会看到就是说 因为像它这边有一些 绿化的植栽艺术 它其实就是一个植树墙 那我们以前的 就是对于植栽的概念 可能就是落盆栽的感觉 可是它变成是一个 整面墙的一个面积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新的元素带进来 它包含就是 像你会看到天花板 包含这个码头的烟囱上 它有一些点光源的部分 其实都是LED融入 现代科技 对 OK 包含就是说它一些家具的元素 都有一些设计的那种 现代感进来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空间当中 有很多的装置艺术 值得大家参考 好比它有很多的玻璃瓶 它很多的樱花是结断 但是你整个看上去 它是一个完整个体 连结的 对 OK 所以空间当中 真的还是一个 蛮值得大家来这边 我觉得设计上 可以取经的一个设计酒店 对 可以喜喜品味的 好 那我想光看一楼 这公共空间 大家一定不过意 我们带你到楼上的 公共空间去瞧一瞧 请接着下来 我们要带你看的是 这一间饭店 它其他的公共空间 每个空间我跟你说 都真的很有看头 对 它每个空间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存在 像我们刚刚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在 就是它的一个餐厅吃饭 它那个餐厅是24小时营业的 就是你随时想点想吃 其实它都有供应 然后呢 它餐厅呢 景色非常的漂亮 它整个可以看 整个黄浦江哦 三面采光 那我们在 就是它休息区的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图书的空间 我还满喜欢的 因为它图书的空间 其实它空间不大 可是它的那个书墙 有一点波浪 海浪状的感觉 就是让空间整个有律动 而且它整个是深色调 所以在里面 整个感觉会非常沉浸 心是很沉稳的 对 OK 那当然 因为还有一个我觉得 也蛮有趣要跟大家介绍 因为它这里是黄浦江口嘛 对 所以它有一些港口的元素 也放在它的空间里面 对 就是我们一开始看 就是觉得 它应该是一个鸟笼 我知道就是一个鸟笼 有椅子可以坐在里面上网 对 那你也可以讲说 它是个鱼笼 对 就是以前捕鱼嘛 把鱼放在里面 就是它把这些元素 带到它这个空间里面 你会觉得空间的特色 感觉就非常的强 OK 好 那现在我们这边直接坐电梯上来 29楼 这在上海当地是一间 享富盛名的牛排馆 非常高档的餐厅 那因为就是餐厅呢 就是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旅客来这边用餐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能够整个放松 等于说它不把餐厅的元素 做得太过的高级 所以它是用一些比较粗犷高级的 这些材质去呈现整个餐厅的风格 还有清和 对 那你看喔 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是 像殖民时期嘛 就是国外的一些文化会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它在餐厅的元素 其实有一点点美式的古堡风 它会有一些粗犷的线条在里面 可是呢 它又融合一些中国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做这张椅子 这个图腾嘛 对 这个图腾 然后包含这个餐厅里面有一些灯的感觉 就是它像那种中国式的那种灯 还有一些穿花的感觉 就是新跟旧的一个融合 就是它这整间酒店的特色 觉得真的在这边用餐没有压力 而且听说可以知道的是 很顶级很顶级的牛排 对 而且倩云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约会 我没有问题啊 反正我一个人在上海也很无聊 我刚刚去到它楼上的一个酒吧 很棒 在二十 四几楼 三十楼吧 对 在楼上的地方 view一定很棒 很棒 我刚刚看到的它入台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拿着就是酒杯 在外面俯瞰整个黄浦江的夜景 然后呢 它的那个坝是一个发光体 是用玻璃做的一个发光体 它其实就是让你放酒的地方 它等于是站立式的酒吧 就是空间的感觉是非常有特色的 它是等于是纳景到这个设计来 OK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看我们介绍完这一集 一定会很纯纯欲动 我跟张欣两个人共同的感觉是 虽然我们今天check in 只住了一间饭店 对 可是感觉上我们去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 对 眼睛都来不及看 OK 希望有机会你自己可以来上海 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 好吗 今天不要谢谢张欣 谢谢 下周的幸福旅行 我们要带你体验 三零年代奢华的上海名媛生活 好吗 好啊 看到你